Hello大家好 强哥现在在天津 天津的京南区 这边是叫做什么 京南新城 这一边 看看这些高楼大厦的 房子盖的是不错 蛮漂亮 太高了 这在二十几层 三十层了吧 就是入住率不高 大家能看到 是吧 没有多少人住入住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境内的房屋太多了 有些人说供大于求 我说是供大过于求 太多太多了 据住建部公布的是 什么六亿栋住宅 不算商业 不算农民的房子 是吧 六亿栋住宅 那么是多少套房呢 据说据专家 这几天 有些专家说的统计 什么教授的 会叫的受了统计的 说是 够两百亿人住的 是 就是说 一人一套房啊 要两百亿套房 有那么多吗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来讲 确确实实是 房子是太多了 太多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还在疯狂的 不停的在建设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这个城市 不单单是天津啊 全国各地的这些 城市啊 和这个县城啊 小的城市 五六七八九 县城的 县的这个小城市 和这县城啊 都在不停的 疯狂的建设 对吧 那么这些房子 卖给谁呢 有些人说 还有什么 别急 过几天都住人 住谁呢 两百亿人 住谁呀 中国现在境内 就有十亿人 都不到啊 中国十四亿人口 虽然说不到十四亿人口 但是呢 有 不到四亿 或者四亿多的人 在国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移民了嘛 移民他保留中国国籍 对吧 他也算中国人 所以说 他是十四亿人口 但是中国境内呢 就是十亿人口 可能最多就到十亿人口 富人呢 最近这两年 大家都明白 什么原因 对吧 都在不停的 抛售房产移民 为什么大家都懂的 是不是 那么 跑去富人了 跑去 移民的那些人了 中国境内 据某些专家 会叫的受来统计呢 有八亿人 年均收入不足三万 那么年均收入不足三万 三万够什么呢 在小县城 小城市 有些地区 真的三万都能买套房啊 真的 有些地区 一两万就能买套房 对吧 像他们所说的 最有代表性的 云南各旧 对吧 东北的那个鹤港 是吧 都是这么 三两万就能买套房 对吧 但是你在大城市 你连想都不用想 有些三两万就购买一平米 是吧 这是事实 那么呢 暴跌的趋势呢 其实已经 它存在了 暴跌的这些因素 它都涨 都已经完完备了 为什么呢 第一 暴跌需要什么 需要 就是证明这些东西 无论是任何产品 就是它暴跌的前奏 是它供大过于求 这个大家无可厚非吧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得有受众吧 得有消费者吧 谁去消费 谁去买这个东西产品 对吧 既然你是房地产 你是产品 那么谁去买这类产品 对吧 有八亿人 年均 收入不足三万 那么谁来去接盘 对吧 现在全国来讲 即便是全国境内 就有十亿人口 那么这十亿人口 有没有能力 去买这个房呢 是不是 用什么去买呢 绑架他三代祖宗 绑架他三代人的幸福 去买购置一套房 值不值大家说 对吧 强哥没有什么用意 强哥说的对的 给强哥一个鼓励 加支持 对吧 点赞加关注 就可以 强哥的目的就是为了 保护韭菜 对吧 让韭菜免得被切割 是不是 那么现在来讲 就是说 有很多的楼盘啊 打折促销 什么送阳台 送平米 送姜装修 送京装修 送这个家具 家电 送车位 哎呦 我去送花园 送什么顶层 送露台 送这个送那个 无外乎就是卖不动房 如果就他要是说 盖上盖出 像前十年前吧 对吧 七行就能卖出去 刚画一个图纸 还没打地基呢 就这房就卖完了 有啊 有那么几年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吧 咱们的实现都实话 所以说呢 现在的这个状况呢 可完全不一样 没有人再接盘了 认为老百姓 即便手里有钱 也不会再接盘了 对吧 没有必要买这个房子 大家说对不对 认为强哥说的对的 点赞加关注 啊 想说什么 评论区 好吧 评论区咱们聊 对吧 关于这个 他这个 为什么 会 暴跌 对吧 房地产 为什么会暴跌 那么有些说 危涨的 完全不可能 有些人说是天津还 前一段时间 过完春节 说有一段时间 危涨了 涨了P 大家有目共睹 对吧 天津市 就你拿这个 点击手机 大家都有 对吧 那么你点击58通城 你看看 天津市二手房 挂牌的 哎呀 买卖的这个 这个 总数知道是多少吗 天文数字 二手房啊 不是新房 新房 也不是新楼盘 也不是开发商 这些楼盘 就是二手房 个人的房子 够五年的 够几年的 有的还够三年 就马上就要卖 对吧 就二手房 挂牌 销售量 你知道说 多大吗 上百万套房啊 你查查 58通城 对吧 所以说 谁还接盘 谁还买 对吧 说危涨的那个 你的底气在哪里 对吧 谁给你的这个勇气 你说危涨 哎呀 所以说暴跌 暴跌 真的 马上就暴跌了 那么强哥在这里呢 奉劝那些 有房子 有N套房子 有多套房子 抓紧抛售吧 再不抛售 你就是负数 真的 你完全就是负数 相信强哥吧 好吧 点赞加关注 别忘了啊 有什么想 有什么任何想说的 咱们评论区 好吧 谢谢观看